13号是新宇乐在线代言人黄晓明34岁的生日 虽然当天他在武汉有对工作的安排 不过很贴心的粉丝还是特别的为他准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日会 在自己人面前 平日里不苟言笑的晓明也是有惊人的表现 当天到场的有来自全球2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粉丝 其中有不足10岁的小朋友 也有满头白发的老奶奶 但他们共同的心愿是能和偶像黄晓明近距离接触 而当天现场的气氛也足够热烈 时而有粉丝献歌献舞 时而和偶像亲密互动 黄晓明甚至还现场做起了梅 小家伙最后选的是六号小离子 三号小离子 夏室 哎呀你看站在这直在是太好看了 太吃骨灵,你不吃骨灵 不是我吃骨灵 而黄晓明也大展搞笑一面 一向帅气的他不顾形象扮起了奥特曼 不过乐极果然生悲 在几位粉丝的阴谋之下 黄晓明不幸中了招 除了欢声笑语 这台由粉丝自发组织筹办的生日会 还有不少感人的故事 三位日本的奶奶及影迷 不远千里来到武汉生日会现场 不仅为了给黄晓明庆祝生日 更为了告诉晓明 他们不同寻常的经历 他们一直在盼望这一天 来参加这个生日会 而且呢 他们参加人每年都参加 特别是中间的这位老奶子 他今年在农村之前 他得了病 然后做了一个九个小时的打手术 然后他在那个手术的过程中 在不可能的看天看您的那个 补养着DVD 然后编做手术 所以 全新的来源 好小庆 而另两位小嘉宾的到来 更是掀起全场又一个高潮 去年7月26号 黄晓明曾转发了一条微博 希望大家帮助一位 叫做小嘉欣的女孩 小嘉欣的母亲已经去世 父亲身患残疾 她每天拖着比自己身体还大的塑料袋 在成都岩市口附近捡瓶子 换钱给自己买糖吃 紫微博已经转发 换起了不少粉丝的爱心 他们找到了这位小女孩 从那时开始一直合力资助她的生活开销 在生日会当天 小嘉欣一家人也来到了现场 亲自对黄晓明说一句谢谢 而全场最令人感动的 却是一位没能到场的人 那就是黄晓明的母亲 想到自己的出生 为母亲带来了末大的痛苦 晓明不禁有些感怀 欣然与大家分享了 她认为今年收到的最特别的礼物 来自母亲的短信 表情充满幸福 儿子 三十四岁了好快啊 你出生的时候三千七百克 人儿的身体我都不敢抱 天天盼着你赶紧长大 你啊总是给我惊喜 三个月会翻身 四个月长一对小鸭 六个月会坐 七个月会爬 八个月会说话 会说的第一句话是爸爸 我开心极了 竟然就说我儿子会说话了 那时候我想 我想要全世界人都知道 我儿子会说话了 三十四年 从会说到会走 并在自己拼搏努力下 成为今天 善良孝顺 认真勤奋 有责任 有担当 懂得回报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儿子 爸妈看到这一切 真的很骄傲自豪 爸妈 希望你爱惜自己 累了休息休息 饿了咪咪咪咪 胖了 胖点有啥关系啊 健康快乐才是唯一 到生日会结束 黄晓明仍然沉浸在 对妈妈的思念中 他透露自己第二天 就会飞回北京 和父母亲团聚 再给自己过一次生日 真的是特别感动 想了半天 自己在那 偷笑了半天 我妈妈会经常给我讲一些 我自己 我自己都不知道的 一些很糗的 很囧的事情 我妈真的是太可爱了 明天晚上一定会回去 跟他们过 明天是 是正日子 对 一定是跟他们在一起 他们也专门为了 这个飞回北京 去跟我过生 新一乐在线武汉报道